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谈谈 现在大家讨论度比较高的 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要了解疫苗的运作 首先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身体当被病菌入侵时 他们是怎么反应的 当病菌入侵我们的身体的时候 比如新冠病毒 我们的身体就会识别这个病毒 接着我们的白血球 也会进入战争状态 我们的身体也会产生 我们所谓的抗体 主要是它会识别这个抗原 抗原通常就是来自病菌 或任何入侵的病原体 当我们身体产生了 足够的抗体之后 我们就能够逐渐的痊愈 因为这个抗体能够帮助 身体里的白血球反应 来剿灭这些病菌 各种不同厂家生产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他们都只是通过不同的方式 来提供一个抗原给我们的身体 来产生足够的抗体 我们也就能产生记忆细胞 如果身体被新型冠状病毒入侵的时候 我们身体会很快的识别这个病毒 然后能够更快的反应来对抗这个病菌 这就是疫苗是如何医孕做的 答案是两个字 安全 新冠疫苗自研发到推出市场为止 它都是经过层层的 十分严格的临床试验 这个由Pfizer BioNTech所研发的 新型冠状疫苗 也经过了严苛的第三期临床试验 同时也有十万多个自愿参与者 来自全世界各地的 通过了它严苛的安全和有效性 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没看到这个疫苗 有任何的严重的副作用 甚至是死亡的案例 所以新型冠状疫苗绝对是安全的 新冠疫苗跟其他的疫苗一样 都是有小小的副作用的 最普遍的副作用 通常就是疲劳 头痛 还有一些小部分的人 注射了疫苗之后 手臂会红肿和疼痛 也有一些人会有发烧 甚至是会发冷的症状 其他的副作用是微乎即微的 我刚才所说的副作用 其实都是因为我们身体的一些生理反应 甚至是我们的免疫系统的一些正常反应 所以对这些副作用不必担心 也不要慰言耸听 如果你对新冠疫苗里的任何一种成分有过敏 你都不应该注射新冠疫苗 尤其是polyethylene glycol 如果你有这个过敏 你不应该接种 如果你注射了第一次的新冠疫苗 然后也有了严重的过敏症状 你也不应该接受第二次的新冠军疫苗 除此之外 大部分的人都适合注射新冠疫苗 我们就举例Pfizer BioNTech的疫苗来说 它的成分最主要就是这个mRNA 也就是一种蛋白质 其他的它有一些油或者我们叫的脂肪 它还有一些糖和一些盐 简单来说 这些糖这些盐甚至油呢 它其实是要让这个疫苗更加稳定 更加容易的到达我们身体的细胞 进而产生这个免疫作用 有任何过敏症状 比如说对食物有敏感啊 对花生有敏感的病人 都能够注射新冠疫苗 答案是应该的 由于老年人是新冠病毒感染者的高风险 如果老年人得到新冠病毒 他们的症状和病情会更加严重 所以我们更加应该鼓励老年人得到新冠疫苗 还有其他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其他病死的 比如说高税压糖尿病或者心脏问题等的病人 他们也应该被鼓励也应该得到新型冠状疫苗 因为这些他们都是属于高风险人群 哺乳的妈妈可以注射疫苗 疫苗也不会对哺乳和新生儿有影响 怀孕的妈妈我们建议在第14到33周 怀孕的时候注射第一剂新型冠状疫苗 而且很多数据都表明 怀孕的父母如果得到了新冠病毒 他们的病情会比较严重 所以我们建议怀孕的妈妈可以得到 新冠疫苗的注射 由于新型冠状疫苗还是很新的疫苗 而且它在孩童身上也没有安全的数据 在马来西亚卫生部的指南 只注明18岁以上的成年人 才可以得到新型冠状疫苗 至于儿童能在几时能够获得新冠疫苗的注射 我想至少要一到两年等全球会有更多的一些安全跟有效的数据 可能儿童也能注射新型冠状疫苗 总的来说新型冠状疫苗该不该打呢 我的建议是打 因为我们最主要是要有一个群体免疫 也就是我们讲的Herd Immunity 只要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区 有了60到80%的人注射了这个疫苗之后 这样我们也能够保护其他人 尤其是孩童 因为他们是不被允许注射疫苗的这一群 所以我们应该做我们可以做的一份责任 支持也接受这个疫苗的接种 支持也接受这个疫苗的接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